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星星继续为大家带来科幻剧集 黑镜,白色圣诞 影片一开始,胡扎哥和悠依哥被困在一间小屋中一起过圣诞节 胡扎哥非常见他,悠依哥则有些孤僻 为了打开悠依哥的心扉,胡扎哥主动向悠依哥讲起了他的故事 胡扎哥是一位爱情导师,经常在网络上现场知道学员如何量美 这天他又知道了一个帅小伙去酒吧量美 很快帅小伙就物色到自己的对象黑发女 这时胡扎哥叫他欲经故纵 先去找旁边的金发女聊天 在胡扎哥的帮助下,帅小伙很快就跟金发女熟套起来 但是黑发女却以脸的性乱大,似乎很享受被忽略的感觉 帅小伙只好借口上厕所离开了 可怜的帅小伙并不知道还有很多人看着他的表演 也没有去观摄像头,就这么暴露在众目亏亏之下 万恶的直播真人秀连栩都不放过 厕所出来后,胡扎哥开始教帅小伙单刀直入 他让帅小伙伪装成和黑发女一样的性冷淡 然后约他到酒吧外私聊 这招果然走小,黑发女很快就对帅小伙产生了好感 并决定带帅小伙回家 围观的键盘下阿曼忍不住鼓起掌揽 这就拿下来,快点下个环境吧 回到家中,黑发女急不可待的将帅小伙拉到床上 就在大家万分期待的时候 黑发女却未给帅小伙一杯毒酒 原来,黑发女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她经常听到无数声音在脑中争吵 当她的帅小伙在酒吧外说话的时候 错以为帅小伙是跟她一样的患者 于是便决定让帅小伙陪她共赴皇权 就这样,帅小伙料妹不成反被杀 之后,胡扎哥的妻子发现了她干的这些事情 于是都用黑科技屏蔽了她 胡扎哥变成了一个马赛克人 成功引起了忧郁哥的兴趣后 胡扎哥又开始讲述她真正的职业 她是一位人工智能工程师 他们会通过神经手术 从客户的大脑中分离出客户的意识体副本 这个意识体副本被困在一个白色小球中 没有自己真实的身体 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 就是帮客户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起初意识体副本不愿意这么做 于是胡扎哥让意识体体验了一把 几个月无所事事的滋味 很快意识体就成了一个好管家 胡扎哥讲完自己的故事后 忧郁哥的倾诉欲终于被引发 他开始讲述起自己的故事 忧郁哥有个漂亮的妻子 两人关系一直很融洽 这天两人请了亚裔朋友 他的女友来家里聚会 席间妻子一直喝梦酒 聚餐结束后 他惊讶的发现妻子居然怀孕了 于是便去找妻子询问情况 妻子告诉他自己确实怀上了 但是因为还没有准备好 决定把孩子打掉 那可是两人共同的孩子啊 怎么能说打就打掉呢 有一个仪器之下 怒砸花瓶 惊恐的妻子 把他变成了马赛克人 由于屏蔽的原因 他无法再联系到妻子 甚至连照片上的妻子 也变成了马赛克 这黑科技也太强了吧 直到有一天 他凭借体型认出了妻子 发现妻子肚子大着 并没有打掉小孩 他上去请求妻子关掉屏蔽 最后却被送去了警局 因为法律规定 被屏蔽的他不能靠近妻子 十米以内 之后他想起来 妻子每年圣诞 都会去他父亲那里 过圣诞节 于是到了圣诞节的时候 他便去那里守着 在妻子父亲家 他发现了一个小孩的身影 不过小孩也是一个马赛克人 这黑科技简直灭绝人性了 竟然连子女也跟着屏蔽 这个发现让他非常兴奋 之后的每个圣诞节 他都会去妻子父亲家 远远望着自己的女儿 这样的日子 一直持续了好几年 直到有一天 他在电视上看到 妻子居然发生车祸去世 由于妻子事实 屏蔽自然也就没效了 由于哥兴奋匆的 跑去看他的女儿 却发现小女孩 长着一副亚裔面孔 由于哥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自己早就被虑了 而妻子对这一切很清楚 崩溃的他 最后砸死了妻子的父亲 小女孩见爷爷 一直不醒来 出去找人帮忙 最后冻死在雪地里 由于哥讲完他的故事之后 场景再一次变了 真相也随之浮出 原来这一切都是胡扎哥精心设计的 目的就是为了让由于哥自己招供出实情 破案之后 胡扎哥按照约定获得了自由 但是他却在警方的记录上留下了案底 这意味着他将会被所有人屏蔽 胡扎哥走出警局 大街上的人全都变成了马赛克人 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 真干净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快点赞关注评论 让星星陪你一起拯救世界